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一樣在TPGS SEGA的攤位 那我們現在要玩的是完全中文化之後的魔法電腦戰機 那魔法電腦戰機就是哪兩個東西的合作呢 一個當然就是SEGA知名的遊戲電腦戰機 就是現在所有那種動作射擊機器人遊戲的始祖 那另外一片就是魔法技術目錄 一個很神奇的跨界合作 好那這支台北電玩展的版本跟TGS已經不一樣了 它是已經完全中文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這個版本來玩一次吧 因為我以前大概知道怎麼玩了 所以我就不進入教學了 好那可以看到在這個版本 以前比TGS多了很多角色可以用 在TGS的時候只有當馬 然後印第克斯 林托超王 然後一方通行跟隨風飛裡用 還有還有印第克斯 這次多了 連這隻都有 這次多了一些新角色 像是第二部的一些角色 那當然有看過超電子 包括有看過無法技術 目錄的人應該都認識了 我就不一個一個介紹 那我們這次用新角色來玩吧 來 這次用左邊 好 一樣是在戰場上進行衝刺 然後戰鬥的模式 這樣進行衝刺 然後試圖射清武器 那一樣是有射擊戰跟近戰 那因為我現在對手是當馬 他是近戰型的機種 所以我要不停的繞 然後射武器來跟他打 這樣但是以往的戰鬥模式 跟現在也是差不多啦 只是說場地沒有那麼小而已 好那現在對手放大招了 這是這一代的新系統 那這一代如果你擠滿那個下面 那條橘色的器 就可以釋放到你衝刺炸的 好那這次的機種呢 基本上就是按照 就是動畫和小說裡面 他們的技能在改 所以如果你有 所以如果你有玩過魔法技術 目錄的畫面 就會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他有很多的招式 都是跟他們故事裡面差不多 像現在對手的超電子炮 除了射飛彈之外 他還有 他還有大招跟超電子炮 超電子炮 超電子炮的大招 非常痛 好大招 好大招 每個人大招都不一樣 像我這隻的大招是丟出一堆小的導引機 然後跟著他的寶 那一定可以大招也很像 那如果是比較直接的機器 像他這個 右手鴿 右手鴿就是用衝衝的 那L1和R1分別是左右手武器 左右手中武器中武器 那觸碰版就是大招 基本上操作很簡單 就是不停的用你現有的武器 不停的想辦法轟倒人家 或是如果你是近戰機有的話 就想辦法貼過去跟人家打近戰 左右手裝備的武器 每一台機器都不一樣 要自己去看 那當然機體中間會有 會有比較硬的 或是比較不硬的 可是這個也是看角色性的 那我猜在具體開始玩之後 可能會有更多的劇情模式 和可以改造機體的部分 可是現階段自我已知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超過多的時候就放大招 基本上很容易看 看右側那個光鐵盤 那個光鐵盤會決定你的大招還剩多久 那當然直接放完的事情 類型就沒有了 基本上操作跟以前電腦戰機 操作感跟以前電腦戰機有點差距 因為它變得比較沒那麼僵硬 以前電腦戰機其實每一鏡一鏡 都是要很謹慎的 因為你只要不小心擦到對手射程 熟練的玩家一下就可以射到你 那再一次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有大招的要素 比較容易反敗 不會像以前電腦戰機那麼Hardcore 只是說這次最差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那兩根手法可以玩 我個人還是很傷心 如果說之後它會出手法套先我會買 我們打最後一場 然後做個Ending 那最後一場看到的是黑子的機子 黑子的機子的側性是瞬間移動 它是有點那種 敏捷 它是有點那種敏捷型的機子 實際上這個遊戲就是不停的移動 然後抓準對方停下來的那一瞬間射機 這樣就會中了 如果沒有辦法抓準那個停下來的時間的話 就這個遊戲就玩不強了 這個遊戲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停下來的時間 跟鋼彈VS啊 還有什麼現在的鋼彈窗壞者的玩法很類似 你看像它剛剛不停的在噴尺的時候 我的飛彈是完全沒辦法命中 全部有貼的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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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了 全部都有貼的 跟鋼彈窗壁 看的是塊錢的那個 在松本的 沒辦法 有 差不多要結束了 遊戲一場的時間很快 大概三分鐘左右就可以結束一場遊戲 所以說之後開線上版 線上對戰之後最多可以四個人對戰 如果你每天無聊的時候 就可以拿起來打個大概三四場 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打完 好 那大概 這個遊戲目前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次目前也只開了新角色 我還看不到更新的系統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跟大家講的 就是它這次的角色應該會滿多的 不像剛開始只放那五個 現在就起碼就十個了 而且連後方之水這種不太重要的角色都放進來了 那預計它人數應該可以輕易超過二十個 那到時候不一樣的機體 或有什麼不一樣的效果 就帶大家去發現 自己去發現 好 那今天的報導大概就到這邊 至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強暗